我們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這次的國安團隊的人事安排跟調動 有一些外界的觀感 有一些評論 例如說是近親繁殖 說是馬英九身邊的人大風吹 在調整位置 有人說是馬英九在鏡子裡面找人 你覺得你是馬英九的分身嗎 是他鏡子裡面找到的人嗎 你跟馬英九 你能夠精準的執行馬英九的意志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那我是外交專業人員 我想我們外交團隊一定可以 來執行馬總統的活路外交的政策 我想過去幾年來 我自己在歐盟的工作 或在外交部的工作 我們也是在配合國內的政策來推動 你自己覺得你也是鏡子裡面的人嗎 我沒有接受這樣的一個比喻 我覺得我們在外交部工作的同仁 應該要有一個期許 我們希望能夠發揮外交團隊的精神 這也是我的期許 你們發揮外交團隊的精神 同時也要有專業 我希望你們不要被馬英九的一些政治動作所影響 尤其是部長你連回台灣都還沒有回來 還在歐盟的時候 這個其中的鏡子中人之一 這個金普聰就已經接受電台訪問 接受媒體訪問 發表了很多跟外交有關的意見 我不知道以後我們在看外交的議題的時候是以他的意見為主 還是以你的意見為主 我想基本上在整個推動外交 在執行外交政策方面當然是以外交部的意見為主 好 那我希望是這樣啦 我們接下來來看喔 那今天沈士淳代表要回到日本去喔 這是我們昨天得知的 昨天晚上得知的訊息喔 但是我希望部長在處理這個事情上面喔 你們能夠很慎重的 不要只是在這邊一問一答的片段式的來解釋 他要回去的明目跟目標 我希望你們能夠很慎重的召開記者會 因為畢竟當初他回來的時候 是我們的馬英九在總統府裡面說他是為了要抗議日本而召回 是一個抗議的動作 那今天他要回去是解除了抗議的動作 還是我們有不同的務實的看法 我們大家都一樣希望漁業談判趕快進行 我們也希望沈代表在日本很多重要的業務 一定要回去去執行 但是他在這個時間點回去 我希望你們很慎重的來處理 因為這個涉及到均無細言 涉及到馬英九總統已經對外嗆聲放的話 也涉及到我們國家的尊嚴 涉及到我們接下來跟日本關係要如何去推進如何去進展 我希望你們能夠有一個很完整的外交部正式的新聞稿 對外來做完整的說明 我們會有這個正式的新聞稿對外說明 那我另外也要提醒你啦 雖然我們大家共同的一個期許都是我們不跟中國聯合起來處理對日本的問題 但是國際視聽已經被嚴重的混淆 我要提醒你啦 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Nelson report 在華府 只要任何跟亞太地區政策有相關的人 大家都聽過也會去看 這個算是蠻有影響力的一個內幕的report 那他最近呢轉載了一篇這個新加坡的這個觀點 在看待這個中日之間的這個衝突 那其中這樣寫了 台灣的entry complicates matters for Washington and Tokyo 針對釣魚台這個事情 那另外他說 Strategically the more unsettling development for the US and Japan is that Taiwan's mirror image claim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have put Beijing and Taipei in lockstep 他們的觀察是這樣喔 是我們和中國的claims is mirror image claims 然後另外我們跟北京是in lockstep 在處理這個問題喔 即便你在怎麼講我們的作為 包括現在外交部的論述 我知道這個跟你個人是無關 但是你是外交團隊的喔 你們現在在網路上的論述 你們對外發布的新聞稿 很離譜的從明朝清朝嚴格開始 好像一副我們是承接 明清皇室法統的政權一樣的這種論述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論述 我也覺得這種論述是在幫中國合理化 他在釣魚台的作為 我更認為這樣的論述幫了中國 對台灣的安全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在整個西太平洋 在太平洋島鏈在第一島鏈 開了一條通往太平洋的大陸海陸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小心 我也要提醒你 國際社會有影響力 包括新加坡的海峽時報等等 都已經有這樣的論述出現了 我希望你們很強烈的去 去澄清 我更希望你們在各個國際的媒體 包括你們過去用各種在宣傳你們跟中國關係有多麼親密的 這樣的一個積極度去澄清這個事情 你認同嗎 你覺得應不應該要更積極澄清 我接受委員的指教 我認為我們在國際上面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 也就是剛才我為什麼提到 我們跟美國之間的互信互動 可以說到達非常高的層次 美國國務院也正式做這樣的說明 可是人家還是覺得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要繼續來努力 對 沒錯 沒錯 因為這個議題本身非常的複雜 我自己的經驗 不管在歐美也好 或者跟其他的國家也好 確實會有不同的意見出來 這就是我們一個努力的目標 我們真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了解 我們在國際上的支持 還有維持兩岸關係的平衡 這個是我們目前所做的一個 我個人建議 我們在處理 除了很積極慎重的跟國際社會 用各種的方式去澄清我們的立場跟態度以外 我們的基本的論述要做一些調整 我們要有一些現代化的論述 對於我們漁權的保障 這是特別重要的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 什麼明清朝 什麼地標 命名 這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用命名 用地標 曾經去過 很多的列強 當初這些殖民帝國主義的國家 對台灣也都有主權的 也是都有 也都能夠用同樣的角度 來宣稱有台灣的主權 我希望這個事情你們能夠做一個檢討 另外部長 這個你的老長官 陳唐山以前是你的老長官 在這裡 當年你在外交部的時候 當然現在還在 擔任國主司長陳部長在的時候 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的重要意涵 你曾經寫過這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那這篇文章寫 為保障台灣之政經發展及確保台海區域之和平安全 台灣必須加入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為終止之聯合國 這個是你寫過的文章 是你的立場 是你的態度 請問這個立場跟態度 現在還是不是你的立場跟態度 還是你今天換了一個老闆 你的長官換人了 你的立場跟態度 有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要在這裡跟委員發告 陳委員陳部長是我非常尊敬的長官 那我想我們在國主事的工作 當然要配合整個外交政策的制定來執行 那即使在現在我也可以說 這個加入聯合國 當然還是我們一個長遠的目標 只是現階段我們希望 能夠避免做一些衝撞的動作 我們希望務實的來推動 有專業性的功能性的組織 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對加入聯合國這件事情 知自未提 這裡面我們有提到WHO 也提到ICAL UNFCCC 這些都是聯合國的台南系統 你們沒有提到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策略 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加入聯合國這個議題 你是要像你以前寫的文章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很重要 還是那個受國民黨推公投 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還是你是像現在你的前任的楊敬天部長 都不要再說 我們說WHO就好了 聯合國都不要再講了 也不要再放在業務報告裡面 你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我剛才也跟委員報告 我真的我們長遠的目標 但還是希望能夠來繼續推動 整個聯合國的體系 這個是我們非常重點 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沒有在業務報告裡面跟我們分享 你加入聯合國的策略是什麼嗎 我們現在就是要推動這個專業性 這個功能性的 這個聯合國的專門機構 我們希望能夠來加強 我們跟國際的接軌 我們增加跟國際的合作 我想這是我們現階段的一個目標 我想這個是我們國際組織 在整個工作上面的一個調整 那你們一直宣稱說 要這個強化 這些功能性的國際組織 要跟各國去談FTA 那部長你剛從歐盟回來 我們其實國人都很希望 我們跟歐盟的經貿關係 也能夠有所進展 能夠有FTA 好幾年前我們還執政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去歐洲就已經在講這個事情 你很清楚 這個不分黨派大家都有這個期望 但是我最近有歐盟官員告訴我 我們台灣的政府在跟歐洲的經貿關係 裡面設了很多關稅跟非關稅的障礙 讓歐盟連跟我們談都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為他認為我們沒有誠意去解決 眼前的這些已經有的非關稅障礙 包括GPA的Government Procurement 我們WTO的Commitment裡面 他們認為我們設了很多障礙 讓這些歐洲的公司 沒有辦法在台灣的公共工程裡面 或公共採購裡面 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這一點我要提醒 因為我們都希望台灣的產業 能夠全面的國際化 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所以台灣的公司 有本事到印度去做印度的地鐵 新德里的地鐵 現在是台灣的公司在做的 我們希望我們台灣的公司 能夠放眼全世界 不要只是把眼光放在中國 我們希望他們在全世界 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但是歐盟這些對台灣的批評 對台灣的要求 你有沒有忠實的反應回來 有沒有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這些挑戰去面對這些指控跟難題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重點工作 確實要跟歐盟 將來要洽簽FTA或ECA 你洽簽這麼多年了嗎 從五六年前 我上一任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洽簽了 我終於得了四年回來 我們的進度都還是一樣 詳細的這個進展 我可以跟委員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可是我可以跟您報告的就是 我們跟歐盟方面 確實高層有非常緊密的來往 你們一直講高層緊密的來往 可是台灣人民關係的是進度 我們有沒有經濟利益 可以在台歐關係裡面來獲取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去年我們中間的經費 已經超過五百億美金 我想我們在很多的工作小組 事實上還繼續在推動 您提到這個TPT的問題 事實上是我們在互相來 就是有一些技術性的障礙 歐盟也有一些技術性的障礙 我們希望把這個做成是一個 Building Block裡面的一部分 事實上La Branche 我想如果您跟他多談一點 你會發現說 他對我們跟歐盟之間的合作 應該是非常的滿意 我可以這樣講 但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歐盟 歐洲國家駐台的官員 就是針對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GPA commitment 我們的在農業政策上 他們還是有所顧忌的 這個開放的部分 我們會進一步的來推動 因為這個牽涉的蠻多的 可是 牽涉的很多 整的方向是有進展 用誠實的態度 去協助可能會受到影響的這些產業 去做該做的轉型 去面對我們在全球化該面對的挑戰 你們如果是當做它不存在 不是 我們非常的重視這個事情 我也可以跟委員報告 真的是有非常具體的進展 我願意跟您報告 請我們部長把相關的